9月11日,据意大利体育媒体报道,现在效力于一甲球队纳布勒斯的哈姆希克或许,将会在今年年底离队,而他的目标就是中国球队山东鲁能, 本赛季哈姆希克在安切洛迪手底下,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出场机会,这样的境界也使得球员,本人哈姆希克非常的失望,所以目前他已经向俱乐部,提出了离开的交易申请,据报道,安切洛迪已经同意哈姆希克的离队申请,当然纳布勒斯希望能够在哈姆希克的身上得到一份高达2000万欧元的转汇费用, 这样的转汇费用,对于中朝球队,来说完全的不是问题,而且在今年年出来,山东鲁能,就曾经差点签下哈姆希克,只不过当时纳布勒斯开出的高达3000万欧元的转汇费用,使得山东鲁能放弃了这笔交易, 现在来看山东鲁能如今的机会来了,而且哈姆希克也是山东鲁能需要的球员,哈姆希克的到来可以丰富鲁能在中场的战术,而且对于鲁能中场的防守,也是一个极大的增强,究竟会不会来中朝,我们静观其变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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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